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九龙酒店发现一名老翁不省人士 事发在弥敦道19号的一间酒店 警方中午12时14分解报 指一名约87岁男子到卧间房内 昏迷步行 警员及救护员到场 证实当场死亡 死因有待确定 据悉 死者为87岁的香港艺人曾江 警方正调查原因 据悉 曾江是由新加坡返港入境检测为阴性 曾江 这位1964年就凭借大马戏团男主角正式出道 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影视表演舞台 他高大潇洒 气场强大 从港剧到港片都留下了不少经典角色 曾江出演过包括八三版《射雕》 大时代 我本善良 纵横四海 英雄本色 蝶雪双雄等在内的经典作品 和现在香港阴线男星基本都合作过 到了老年之后 气质气场都在线的曾江 常常出现在警匪题材和商战类影片中 尤其擅长演反派和坚决 2015年 曾江凭窃听凤云三获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 就在去年 他还出演了警匪片《一级指控》 目前曾江客串出演的警匪题材电影《边缘行者》正在上映中 在如此高龄还在演戏 演技依然精湛 透过荧幕都能感受到他的气场 片中 曾江扮演的是一个大反派 是个贪腐高官 可以看到 已经满头白发的曾江戏份虽然不多 但他出现的时候 从肢体语言到台词 神情都非常有功力 相当有感染力 任贤其和曾江对戏的时候 气场强大的曾江 更是将任贤其反衬的像个幼稚的好好先生 只是太可惜呀 没想到曾江走得如此匆匆 曾江本来不是学表演的 身为富家子弟的他 年轻时因为外形英俊 便去拍了戏 玩了玩票 之后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读了建筑学 但偏偏后来他喜欢上了表演 对表演这一爱就爱了一辈子 最多的时候他一年拍三十多部戏 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依然没有吸引 曾江曾经表示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喜欢 能够做自己喜欢和热爱的职业 是自己的幸运 不过 曾江也曾经提到过他的遗憾 就是在人际关系上 因为他是个认真 又说话非常直接的人 会容易得罪人 也曾被认为难以合作 曾江曾经在生前谈到过这个话题 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 他知道自己在人际关系上并不是那么好 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做好 曾江突然离世 相信有个人会非常难过 那就是八三版社雕中杨铁心的扮演者谢贤 也就是谢霆锋的老爸 这两位都是香港影视圈的老戏骨了 年轻时就相识 一直到老 还一起在射雕中演过大侠 老了也依然活跃在表演的第一线 谢贤今年还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 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但曾江一走 今年金像奖 谢贤要孤单了 谢贤比曾江小两岁 今年也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 但从年轻时就潇洒风流的两人 从来都不服老 一直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还曾经在公共场合发生矛盾 有了谢贤现场涨果曾江的江湖旧事 那是在2015年 应该是香港影视圈史上年龄最大的一次出拳 当年79岁的谢贤出售达已经80岁的曾江 两位香港老牌艺人一起登上了娱乐新闻的头条 那时在场的有谢贤 胡峰 曾江 周杰尼尔 他们本来是一同出席四个小生去旅行节目记者会 结果当时刚过79岁生日的谢贤在采访中突然指出 曾江在节目录制时乍病坐轮椅 很多地方不去 越讲越气 大爆粗口 出拳打向曾江 结果夹在中间的胡峰起身去挡 意外吃拳 眼镜都被打飞了 后来有记者致电谢贤 他说 打他很奇怪吗 没什么稀奇 曾江事后接受采访时则说 我们没试过动手 但争拗可以讲几十年都不是一两次 这次我觉得他是冲动了一点 不过不掐不说真话 我觉得这些节目最重要的就是真 大家说真话 不是为了得罪不得罪 有真的看过去才是真 友好亲切感的感受 我们互掐 可以说是不停的 这样才过瘾 曾有人质疑是否炒作 当时TVB企业传讯部副总监曾醒明表示 不会以这样奇招作为宣传伎俩 并称谢贤和曾江在圈中都是有地位的人 不是无限合约演员 就算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也不会去做 这件事已经过去七年 谢贤与曾江后来关系已经修复 谢贤会邀请曾江到家里煮饭做菜聚会聊天 而在片场两人见面后 也立马奔向对方送上亲密拥抱 去年 一段谢贤探望病中曾江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后 曾引起热议 这则视频中 曾江生病卧床 谢听风父亲谢贤前去探望 视频显示 当谢贤露面时 曾江想要坐起身来迎接 但是奈何身体虚弱 谢贤看到后立即上前俯下身 给了曾江一个拥抱 当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谢贤 打扮依旧是酷帅有形 迷彩背心秀出臂膀 曾江还捏着谢贤的肌肉 发出不可思议的赞叹 当时曾江的身体不太方便 但是精神不错 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还不停地打打闹闹 像小孩一样 临走时 谢贤很乖地向曾江鞠躬再鞠躬 而曾江故作颠怒地开玩笑警告 问谢贤是不是要对他三鞠躬 谢贤急得立马瞪眼解释说 自己只鞠了两次躬而已 整个画面就像是任性的弟弟被哥哥误解后 急着想要澄清 两位都是那么帅真且可爱 老哥俩当时如此亲密 自然互动 说明亡日恩怨早已了结 像孩子一样没有了隔夜仇 今天曾江突然离世 相信谢贤的心理一定不好受 但两人能够在前几年就重修就好 也是一件大好事 今天曾江突然离世 相信谢贤的心理一定不好受 但两人能够在前几年就重修就好 也是一件大好事 不然谢贤会带着这个遗憾 更加难受 又一位港片老戏骨走得匆匆 请记住曾江 他是香港影视圈不可取代的一位 真让人难过啊 第一时间推荐解读好电影 好剧好演员 人生就像一场电影 欢迎点击关注头号电影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